大家可以留意多一些ETF带给大家的机会 我刚才说了 第一样东西是可以配合到我觉得很难 不想想太多东西 就可以做这种产品 第二,我觉得挺好的 成本相对低 你知道8月开始 香港买卖股票有点印花 是的 买ETF面上多了一个理由 也可以说服自己去做好像比较值 其实可以讲一讲ETF的优点 我分四个方面去讲 第一个就是分散投资风险 其实你买一只ETF 是等于你买一蓝指的股票 或者是一蓝指的债券 就视乎它追踪什么指数 而你譬如说以一只 大家都以熟能长的盈富基金为例 其实这一只是追踪恒生指数 恒生指数里面现在目前是大约有60只成分股 这60只成分股里面 其实牵涉的股票 已经种类 已经是有不同的行业 对了 譬如说大家都知道 一些金融业 一些科技业 科技业 一些地产股 等等 这些其实已经是不同的行业的东西 所以大家如果买一只ETF 就等于你买一蓝指的股票 而这一蓝指的股票 就不特定于在一个行业里面 可以分散大家的投资风险 可能这个sector 跌了的第二点又抖人的 没错了 可以抖回云 而另外一个第二个优点 就是说交易比较方便 其实在ETF的世界 跟股票买卖一样 只要你有个户口 股票户口 在交易时段 香港九点半到四点 除了午餐时间的一个小时之外 都可以自由买卖的 而费用来说相对地 都是比较低 也是第三个优点 因为其实传统来说 你看看ETF 跟基金来说 譬如管理费 或者那个TER 都会比基金低一点的 是的 第四 而透明度相对比较高 因为其实ETF 跟基金有点不同的 ETF每一个香港发行商 都要在他们的网站上面 披露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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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盈富基金里面买60只股票 是哪60只呢 而例如这60只股票里面 那个weighting 那个分布率是多少呢 这些都要披露出来 还有有一样东西 可能大家都要考虑的 有一个叫做即日预计资产正值 IN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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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这个就是说在开市的时段 每15秒就会跳动的 所以投资者其实可以 就是说 看回那一只ETF 的INF是多少 接着 看一看报价机 的bitars是多少 有时买底了 这些我不敢说了 却是否适不便宜 只不过是 你可恢论两ards 每一个的级距顿 团 13% 也有没有提升不得 的 Joyane所说的就是 看一看NLV其实是在做什么 那你知道市场价格其实是 一个划算不划算 又或者一个几乎 还是一个折扣